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成多国语言版 包括日文 包括英文 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到我们所谓的传统的法术观落音的一个事法的一个过程 吕志鸿说父亲是知名观落音大师吕金虎 曾经受过香港媒体访问 12年前父亲过世最刮新的是观落音法门的传承 现在吕志鸿添加一些科学的方法推广观落音 就是希望能帮信徒解决心中的疑问 年代新无黄念慈 范国庆 通灵大师 来 生死部传人吴晴岳老师 亲衣妇人林千代老师 好 这一位观灵大师吕金虎 他是我们台湾在观落音的首席道长 为什么这个老师的厉害是早期 大家知道陈臣副总统 他当时有一个副官姓刘 刘副官的女儿长大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 被一个真的无恶不作的老师 下了福了 这几天我们常常讨论这件事对不对 中邪了 整个人不断的发狂 刘副官就很着急 那我女儿这怎么办 于是他们就把这个女儿 带到南部的佛教圣地 找一个佛教高僧 拜托这个高僧能不能解这个中邪 结果佛教高僧说 我真的没有办法 请你赶快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吧 你的女儿看起来疯得很厉害 这么严重 刘副官就很难过 又把女儿再带回台北 当时就有朋友跟他讲说 快 快去找吕金虎大师 他很厉害的 结果吕大师一看到这个女孩 中邪 对不对 发狂 对不对 拿出一个锁链 外传的锁轨链 什么锁轨链 就是直接掏上你的脖子 赢了 这个小女孩当场就好起来了 很神奇 这么快瞬间的 因为他们说这个绳索 就是把他身上的鬼给驱走了 所以当年这个驱轨 跟官洛英事件就非常的轟动 吕金虎大师 你看立冈 你有沒有觉得他哪里怪怪的 我觉得有点怪 为什么他这个眉毛这个地方 对 一直以来 所有的地址跟姓重 为什么会贴了个 手机棒吗 还是什么东西 都在问说 为什么吕大师的眼睛 尤其左眼角上面 一定要贴一个胶布 而且永远贴 照理说你只是偶尔受伤 你为什么要贴这个胶带 没有人敢问 因为只要问了师父 师父就会不高兴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吕金虎大师有天眼 是天眼通 你有这个天命 但是一定要小心 要把他稍微遮住 低调一点 你知道吗 吕金虎的爸爸 本身也是通灵大师 他的爸爸是源自于 日本的净土宗 而且常帮所有的姓重 官洛英 游地府 所以对吕金虎来说 他们一家三代 都在帮大家官洛英 立冈 你一定会觉得 真的有这种事吗 有一个妈妈50多岁了 她一直想要 官洛英的方式 去找她的妈妈跟爸爸 这个50岁的妇人 就来找了吕金虎大师 吕金虎大师就说 好 你过来 我帮你官洛英 结果这个妈妈呢 坐在那里半天 全身只是发热 她下不去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官洛英 这个50岁的妈妈 就干脆把女儿找来说 你来好了 你看能不能到地府 去把你的外婆跟外公找上来 结果这个女孩就在现场 她真的下了地府了 她可以下得去了 她下了地府之后 因为官洛英通常眼睛要蒙住 她官洛英在地府里面 找到一个人 她就跟她妈妈讲说 妈 我看到有一个人 穿了紫色的起包 挽了一个头 然后长相形容了之后 她的妈妈就哭了 妈妈就说 对啦 那就是外婆 外婆往生的时候 就穿了那件紫色的旗袍 那外婆好吗 外婆还不错 但是这个妈妈就问说 那你有没有看到外公呢 要他再去找外公 女孩就说 好 我去找 看到有一个男人 这个女生就形容说 好奇怪 这个男生他不讲话 但是他的手 一直污住他的喉咙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污住喉咙 原来当年外公久病残生 最后受不了了 拿着塑胶钛 套住自己的头 窒息而亡 等于是轻生 但是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告诉外孙女 也就是说外孙女完全不知道 但是他官洛英 他由地府 他找到了外公之后 外公没有办法发出声音 只有这样子 不断地掐着自己的脖子 他是要告诉外孙女说 我就是这样往生的 而且到现在 我即使见到你 我也发不出声音 你说他完全不知道 外公怎么往生 他却亲眼见到了外公 听到上美讲 这官洛英大师吕金虎 有这样的通天的本事 但是他的儿子 其实本来是学医的 后来也接成了医帛 是 立冈我们都知道 这谈到官洛英 官邻术这种东西 我们想说好像跟传统的 宗教信仰比较有关 如果你本身是学科学训练 比如说你学医学 那不可能 一定去当医生 你可能会不太相信 这种东西对不对 尤其是这个吕智宏 他自己本身是高雄英学大学毕业 所以他本来再来讲 他应该要去行医 对不对 结果他没有行医 他转去电脑方面去工作 然后后来变成3C达人 还出了很多电脑的书籍 变成畅销作家 这么厉害 你说像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会去学 灌落英这种东西 那更不可能了 我跟妳講 但是问题是 他最后还是学了 他后来学了 是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 吕晶虎大师在台湾 非常非常有名气 他就是在他生前 最重要的心愿就是 他想要把这个道法传下去 可是吕智宏是他儿子 可是吕智宏当初 对这个完全没有兴趣 你想想看 学医又是学科技 怎么可能会去小学灌落英 那结果你知道 结果就在这个吕大师生前 他一直不太愿意 去学这个东西 可是等到后来 吕大师走了之后 其实他想 他总要完成他父亲的这个遗愿 就是把这个道法传下去 不然这个道法传不下去 不就可惜掉了吗 所以后来他才重新开始发愿 开始修 你知道花了五年的时间 慢慢慢慢去修 才终于修成这个道法 就是这个关落英这个观灵术 他才慢慢修起来 所以这中间也是要 你本身要很诚心 而且你要很努力的去学习 而且重点他还有 他那个资质在 才有办法学成 是 当然我们一般人要去学 恐怕也没有这么容易 是 其实这个关落英 当然很多人相信 很多不相信 可是有去关落英过的人 尤其有亲眼看到的人 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神奇 像之前有一位女士 她从国外回来 特别来做这个关落英这个东西 结果她当时就想说 那我先问我自己的 跟我老公 她到底未来会怎么样 大部分人都会想问这样 看看自己未来会如何 结果她说她一开始 她这样一问之后 马上眼前就出现 两幅黑白的图画 你知道 黑白图画 什么意思 一个就是她老公 坐在一个大树桌后面 然后前面很多员工 那代表意思就是 她老公未来生意应该做得不错 当老板 对 当老板 手下会有很多员工 那另外一幅图 就是一个欧式很漂亮的 一个白色的大房子 是不是表示 他们事业很成功 住的房子也不错 然后接下来她就看到一个 另外又是两幅图 那一幅图前面是一个专柜 然后有专柜小姐在那个地方 这好像是代表说 她自己未来可能会 去从事这样的行业 然后另外一幅图又是 她也是坐在一个书桌后面 然后前面也是一堆员工 那其实果然后来她就真的 开一间公司 然后请了很多专柜小姐 因为她父亲三年多前过世 而且是走得很突然的 然后结果她想说 好 那我去看 结果她这样一说 那个太上道主说好 我就带你去 这没有问题 结果一去她就很快 就看到一个从云端 在云端 它下面都是云雾 然后结果就看到一个 枣红色的大门 结果那门一推开 她发觉好像一个文书处 一样的地方 她父亲正坐在那边写东西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 这表示她父亲好像在 就是在另外一个世界 在做文书工作这个东西 就她过去的时候 她父亲马上就认识她 就说你来了很好 我现在在帮人家 做这个文书的工作 你来了看到就够了 早点回去 她父亲就开始催他回去 然后这时候她看到 她父亲旁边有一个人 眼睛很大 然后胡子非常浓密 然后穿了一个黑色的官帽 红色的官服 然后在旁边一直微笑 从一段没讲话 可是你知道吗 虽然这个人从头到尾没讲话 可是她心里头马上有感应 这个人是谁你知道吗 谁 中奎大师 那是中奎 是 她看起来 当然不像一些那种图画 弄得那么凶恶 还是还满和蔼可亲的 就在看她 所以她自己心里头就明白 她的父亲好像正在帮中奎 做一些文书的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有了一官半职了 也是类似一个行政人员这样 其实她当时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去关落印的时候 那个师傅微信 叫他们带一个红布 红布里头还在电微信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都会哭 他当初盖的时候 他还觉得很无聊 我为什么要哭 我看到我父亲的话 我应该很高兴 结果没想到 看到他自己父亲的时候 还是忍不住 一直哭得很伤心 哭得嘻哗啦 他回来了之后 其实师傅就跟他讲 因为阴间其实是 我们阳四人不宜久留了 所以你待在那边对你不好 所以他的父亲 才会一直催出他 赶快回去 不要再待在这个地方 实际上更神奇的 就是我们都知道 女作家三毛 他在生前 曾经去找吕金武大师 去观洛英 因为他想要去看看他自己 未来还有他的夫婿何希 然后结果你知道他去看的时候 一开始前面都没有办法看到 到第三次施法 师傅还正在念奏 他马上就说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看到了 他看到 就是他前面有一个 像食行纸一样的东西 然后上面写 尚夫就是在36岁这个时候 然后36岁他想对 因为他尚夫何希 就是在36岁的时候走掉 他上面写得非常准 师傅就说那你看看别的 看看师傅还有看到 什么其他的东西 就他说没有 就是他36岁到40几岁中间 全部都是空白的 然后什么东西都看不到 然后他想翻 然后可是对方就不让他翻 就是你只能看到这么多 然后只要师傅不问的话 这个布置就消失了 我们常说这人死而不能附身 但是这个阳间跟阴间之间 有什么一个通联的管道 有人说可以观洛英 但是浩平哥他真的去观洛英了 但他主要见的人是谁 是三毛 我们现在看到的刚才一直讲到 吕金虎大师这位道长 他的法力高强 但是大家也刚才提到 他在他的左眼一直贴的这个白布 我都还亲自问过他 也问过他的弟子 儿子 但是大家都说不知道 但是唯一知道的是 他真的非常的厉害 他可以在这样一个小小的陡式里面 带着大家蒙着红布 然后就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有人戏称为叫 阴间旅游团 或者地狱猛鬼团 不论如何讲 最重要是大家其实是很诚意的 进入了另外一个心灵的世界 这个世界到底是真实的 还是想像的 这个只能说见仁见智 那么可是这个古老的 来自道教的观灵术 其实之所以我会去接触 当时其实真的是为了寻找 一份三毛生前的文稿 因为其实在三毛过世前两天 他跟我讲说 他有一份他写关于灵界的一些文章 但是在那个年代 如果登出来会引起很大的争议 所以他把它藏起来了 但他告诉我藏的位置 甚至指给我看 可是后来两年之后 我们想去找这个文稿 跟他的家人还有他的好友 我们一起去他的故宅 敲开了那些木板 却什么都没有看到 他怎么会找不到了 对 后来我们就想起 在当年其实三毛也曾经去观洛营过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这一段记录 可是当我去到那边的时候 我一坐下椅子 吕金虎大师他就第一句话 就跟我说 说什么 许先生你知道你现在坐的这个位置 刚好就是三毛当年来观洛营时候 坐的位置 怎么这么巧 对 你想里面这么多的椅子 我也不晓得 我就随便坐了一张椅子 坐下来以后 正要蒙那个红布 他就跟我讲了这句话 当然让我心里为之一正 我想或许会不会因为这样 能够让我进到那个空间或世界 帮他能够找出那个稿子 但是坦白讲 第一次我很努力 很配合 听他们的念经持咒 但我真的下不去 那事隔就过了十年了 十年后因为在花莲的一位张开基先生 因为他以前是某大杂志的主编 那么他对这方面很多研究 才知道原来其实当年 是在他的安排之下 跟吕金虎大师让三毛他 进入了那个观洛营的那个世界 不但见到了他的先生 也见到了好像是他的奶奶 祖母 反正这些过程当中还有一位老作家徐须 可是关键就在于说 当我们想到说 要找是不是再去试一次的时候 我再去试还是下不去 但是却意外的发现 当我已经退出来在旁边 他们前面还正在进行观洛营 所以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就是他会由一位师兄来持咒 然后我们大家都很虔诚的 然后双手合十 接着我们就要戴上一个红布 里面放的还有浮露的咒语 然后我就下不去 我退出来之后看到 前面还在进行 后面却有一个单独的 一个年轻的女孩 她从她的口述当中 仿佛她已经下去了 所以我很兴奋的就过去说 我说你真的下去了吗 你现在看到是另外一个 所谓阴间的事件吗 她说对 我当时直觉的就是说 那你可以帮我找三毛吗 这个时候她说 她说你才讲出这句话一秒钟 我前面已经看到有一个 梁亭里面坐了一个女孩 这个女生留着长发 但是因为这一位女子 她本身学历并不高 而且她在工厂工作 她从来没有读过三毛的书 甚至根本不知道谁是三毛 所以她不太了解三毛的长相 对 她只跟我形容她的服装 她的长相 我们在旁边的人听都觉得很像 我们就去问她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你是不是三毛 她说是之后 她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要自杀 还有那些稿子在哪里 可是这个时候 其实三毛他当时反而说了一句 让我们得说在人间的这些人 值得检讨了一句话 她说你们关心的这些事 在我们这里 我们一点也不在意 也就是说等于说死后的这些 很多人的毁欲 或者说很多人 我们的一些执着的追求 对他们来讲 这些都完全不重要了 她反而回头送了一首诗 这首诗就由这个女孩 直接就好像在另外一个世界 直接念出 在那个凉庭里面 那么自称为是 陈平三毛那个人写下的诗句 这只有三个字的诗名叫做 敬 陈 思 安静的敬 灰尘的陈 思想的思 这么还有道理 我们在俗世凡尘 我们真的要把很多的 我们的凡尘的俗念 要慢慢的沉静下来 我们才能够有很清澈的思维 思绪 我们在意的 其实如果你真的到另外一个世界 你并不会那么的在意 但是接下来最奇特的是 接着他就 他们这个庙里的人就问我 就无极慈善堂 他们就说 我们的老师傅已经过世了 就是刚才讲的吕金虎先生 他说三毛生前 跟我们吕大师也有缘分 然后他说浩平 你跟吕大师吕金虎也有缘分 那是不是在那个世界 三毛有见到我们的吕金虎大师吗 这个时候所以奇妙 完全跟那女孩一样 那个就已经到了第三次 第三次就是在整整十年前 那个时候因为某一个节目 他们安排我跟另外一位导游牛腿 一起去做观录音 之前我真的下不去 但是奇怪的是 那一次我真的下去了 可是我当时觉得说 可不可以很清醒 我看到一片草原 上面开盘的花 好漂亮 可是我不觉得我会踩伤他们 我看到有个桌子 这十桌子后面 先是出现了我的父母 接着出现了三毛 可是当他们这个念头 才讲到三毛有没有遇到 吕金虎大师的时候 其实在桌子前面 那一瞬间起心动念 已经出现了吕大师的身影 所以当我说 其实吕大师在你们提问题之前 他就已经坐在我的面前 所以接着全部庙里的人 包括来的信众 特别是庙里的 他们的师兄弟姐妹们 全部过来好像想听听大师 对他们的子弟们有什么交代 其实在那个时候 就让我真正进入 那个图像思考的境界 说实在 他从一个心这个字 为我们解答了好多 如何对信众 以及如何交代给庙里的事情 我觉得那真的是一段 奇特的经历 阳间进到阴间 这是一件多么神秘的事情 但是我们说到 要到阴阳两界之间能够串通 有些人就说 要到花莲的石壁布团 但到了那里有人说 要先挂号 挂号又是怎么回事 现在就发现说 在台湾其实有一些 蛮特别的民俗文化 包括说我们还常常会有人 可以帮忙像阴阳市那样子 找已经过往的亲人 跟往生者联络 对 学伟哥 这样是怎么样的一个事情 其实台湾这个找 你说往生者这个 最主要就是有三种 第一个就是观领 观落音 就是观落音 这是要有通灵者 开天眼有办法的 就是帮你去 带你去游地府 去看看你过世的亲人 或者是甚至看你的原成功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亲一夫人这个叫堪梦 堪梦 就是牵王魂 这就是跟灵媒一样 我就下到地狱去 你要找谁 他会去帮你找出来之后 上台之后再告诉你说 现在有什么 你可以跟王者对话这样 另外一个就是生死簿 生死簿就算是一种算命的技术 就是告诉你说 我今天可以查询说 你这辈子的话 生死或者富贵 什么关系的话 他会用查询的方式 帮你去调生死簿上来看 再告诉你 你如果想要询问他的话 他会帮他记载之后 就是寄给你一本生死簿这样 我们讲到说 好 我们现在讲到说 最主要就是观落音 观落音的话 我们提到观落音就不得讲到 那个吕金虎大师你知道吗 是台湾第一个 刚刚照片上那一位 对 就是第一位这个 他 他其实有个特征 就是他的左眼都常常 切了一个胶布 你有没有看到 他不知道走到哪里 因为他这个属于 属于开天眼一派的 他其实怎么讲 他有多厉害 我们先讲一个故事好了 他其实以前程程副总统 很久以前 我听到程程这两个字 他以前他有个副官的女儿 就是因为长得满漂亮 就被一个那个 降头师下降头 因为他想他喜欢 他就给他下降头 下了降头之后 有一天就突然间 你知道那个下降头的人 有时候就是那个 状况会不大对 跟他精神错乱 是怎么办 啼笑对不对 他才会觉得说 如何好好的人 突然间出好像抓狂这样 当然人家就想说 要不要找一个 佛教的那个大师 不是 佛教不是这一概 佛教是帮他诵经 帮他诵经 所以到了一个佛教的地方的时候 很多佛教的那个大法师 大师对 就出来就开始围起来 就帮他诵经 希望说能不能帮他降妖伏魔 可是念了好久 你知道 赶快 状况还是没有变好 还是那个 他们就想说 那个大师就想说 这个不是被妖魔鬼怪附身 也不是被亡灵卡到 这个应该是精神病 赶快送精神病院这样 他们就不相信 那精神病 哪有突然间抹征照 就突然间抓起来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回去 那怎么办 突然间就有人就跟他讲 介绍说 这个去给那个旅金虎大师看一看 他有开天眼 他会看 对不对 到底是发生什么状况 给他看一下 那个慈禅堂那边 就希望说这个旅金虎大师 帮他看一下 那旅金虎大师果然一看之后 他就大概知道是什么状况 拿出一个捆軌鎖 其实那个捆軌鎖不是鎖 不是绳子 我们好像看那个字面 鎖是一条绳子 像我们以前捆纖绳 其实捆軌鎖是一面布你知道吗 上面是画有符咒的 画面这个东西吗 对 那个捆軌鎖 它是一块布上面画有符咒 那就把这个人包起来 捆起来 用绳子再捆起来这样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个女孩子这样被一捆之后 马上恢复正常 你知道吗 那表示他一定是被什么 原来他是 那个旅金虎大师也讲说 这一捆起来之后 他被下的降头马上就解掉了 解掉之后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副官 他的儿子叫刘国正 觉得说你 旅金虎大师就这么厉害 他竟然就拜他为师 就跟着旅金虎 开始学这些官邻术 其实这官邻术最主要就是 我们道教南传的一些支派 包括驴衣山派跟山乃派 对 他们用一些法术 用一些符咒 让你带你去那个地府去看 其实最有名 那时候其实87年的时候 有一个包太太 姓包的包太太 他本来开了一个餐厅小馆 生活很忙 可是你知道吗 他同时又开了一个白云罐 白云庙 白云公庙 他觉得说我服侍白云公这么久 可是我从来没有感应过 没有看过白云公长什么样子 那个时候就有朋友介绍说 没力去旅金虎大师那边 官邻一下 看就你的白云公 因为有时候我们那个官洛因 他不是只有官地府而已 你可以 所以因为你要进去那个地府去看的话 你需要你祭拜的那个神明 你信仰的神明带入 才有办法带下去 你常常也有的人拜官世音菩萨 第一个显名就是官世音菩萨 所以那个时候他讲说 我跟白云公有姻缘 不可以看过 所以他那时候去 去的时候李津庙大师帮他念咒 念了半个多小时 可是他就关不到 他什么都看不到 他觉得说不对 所以他就找他女儿 他女儿那时候念小学一年级 换你来试试看 你知道吗 那个红布眼睛盖起来之后 才念不到十几分钟 他那个小女儿就开始大哭狂哭 你知道吗 因为他看到了 他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人 还有大眼睛的 还有没有眼睛的 所以他就很害怕 他就觉得说 我这个小女儿开天已经成功了 所以后来这个白云公廟 就交给他女儿去 那个掌理 可是你知道9年之后 这个包太太突然间癌症过失 大家就知道说 原来他那时候为什么一直关不到 就是因为他有这个业障 他身上也有业障 所以他一直没有办法关 他最后那几年 也跟着他爸爸学 吕志宏 也跟着他爸爸学这个关零术 他想说要把它传承下去 所以你会发现说 桃园现在有一个慈善公正 其实这个吕志宏 这个人也有一些故事你知道吗 他是读高雄医学大学 医事技术系 所以他其实是念理工科 那不是应该讲求科学吗 所以他那时候就觉得 他爸爸弄这个关零术 他就实在是不相信 那么玄学的东西 很玄 除非让我印证让我看到 对不对 而且你知道吗 这个吕志宏他念完之后还在 他对电脑方面有专才 他写了很多电脑程式 还有电信方面的一些书籍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觉得 我们把創这个 有点怪怪的 骗人的还是怎么样 可是你知道他最后几年 那个时候吕金虎就很怕说 我这个技术如果没有传下去怎么办 那当然是要信自己的儿子 那个时候他儿子才自己亲生 去试那个关零术 发现说他爸爸搞这些事 在帮忙的人 是真的 还不是假的 他真的是可以看得到 所以那个时候 吕金虎把那些秘籍 什么东西全部写下来之后 你知道这个吕志宏 花了五年的时间去学 才把这整套关零术学好 吕金虎大师真的很有名 有多有名 据说连这个以前 已故这个非常有名作家三毛 都曾经测试过 而且觉得真的很准 三毛的故事 对 其实在这个网路上 有关吕金虎大师 跟三毛之间的这个缘分 有一个很细的一篇文章 我这几天也仔细读过了 因为我也好奇 因为很多人在讨论说 因为三毛曾经 关落因两次 当中有讲了一些 有关生死部 跟他的生命的密码 之后因为三毛在40多岁的时候 47岁左右 他亲生离开人世 所以也有一些网友担心说 是不是下去看到了什么 之后亲生 所以吕金虎大师他们 他后来的传人 他们有在网路上 特别把当天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时间地点 他写得非常详细 而且有强调 也有三毛的录音带 当时跟吕大师的对话 所以我帮大家还原一下 其实三毛在生前 他是基督徒 所以他对所谓的官邻术这些 他是不是很了解的 他第一次就接触了吕大师之后 他是透过官邻 的确他有见到了他的外婆 因为有见到了他的亲人 往生的亲人 所以他对官邻术这件事情 他是很相信的 第二次发生的时间是74年10月24号 星期四 我为什么讲这么仔细 其实因为在五级慈善堂 就是这个吕金虎大师 他们的官方网站上 他又讲当年发生什么事 他说吕大师那一天的下午 因为官邻术是这样 可能各位并不清楚 你要来参加官邻 星期四 大家都可以来报名之后 你会看到那个影片上是 有那个椅子一排一排 大家坐着 不是一个人 可能是 它是一个团这样是不是 对 好多个人坐在那边 然后师父 尤其是吕师父他 他是我们台湾官邻术 非常厉害的大师 所以他一路会用一个咒语 协助朋友蒙上这个布 开始诵经 然后这个众医师说 他看到了 那看到什么 他就只能看到 有一道红瓦 就是红砖墙 但是他就只能站在 那个建筑物的外面 他进不去 那因为三次了 停又进去 停又进去 都下不去 有一些人是没有办法进入的 所以三毛就说 既然他没有办法下去 我来好了 所以为什么那个文章 一开始会说 三毛说是临时起义 所以因为他没有办法进去 不如我来 所以他就来做官邻术 然后也一样开始诵经之后 三毛就开始有回应了 他的确下去了 他就看到 他说有一道白色的光 因为每一个人的感应不同 每一个人 为什么那么真实 是因为他有把所有的话 全部记录 你看我讲的都毛骨悚 每一句很精准 三毛就说我看到白色的光 然后很祥和 你一路要讲 因为师父会带 师父开始诵经之后 真正带你的是菩萨 因为师父会诵经请菩萨下来 然后菩萨就来了 真的菩萨就来了 菩萨不但来 还带了一个小男孩 不知道 有时候是你的生命里面的什么人 你没有办法解释 那三毛说得很心 因为他毕竟 他是一个这么有名的作家 他对这个描述得很精准 他就说他看到那个小男孩 一直对他笑 然后整个过程他是开心的 他就看到那个光 之后他踩在那个云上面 感受得到 你看人是坐在那里蒙眼 他说他就踩在那个云 然后他因为跟那个小男孩挥手 所以现场 因为那一天很多的民众 要一起关林 后来他们发现了三毛之后 很多人是干脆就放弃 就直接来看三毛再关林 就看到三毛就跟那个小男孩握手 他就挥手就开始讲话 师父就会引导说 赶快跟菩萨求要看生死部 要下园成功要什么 结果很快速的 他说有 他说菩萨就拿了一个 很大的本子他还形容 他说那个本子一打开 就是有金色的光 上面写的就是用书法写的毛笔字 他说赶快看 有 36岁 好恐怖 欲生死部一打开 就是你这辈子过去的跟未来的 你会看到清清楚楚 桑马就说36 36 36是写什么 他就说丧夫 好 接下来 因为你总是要往你未来看 他就说43 44没有文字 没有任何记录 再看再看 看到了 他说45一朵大红花 一朵大红花 因为菩萨不会告诉你 发生什么事的 他不可能说结婚或什么 丧夫是写得很仔细 但后面他可能是一个异象 他就说一朵红花 那女师傅就会去提醒他说要问 可是他说菩萨不对 他说任何话 再往后看 再往后看 46 47是空白的 讲到这里 各位去搜索一下 三宝其实是在47的时候 离开的 所以那个生死部 其实预言了很多 他未来发生的状况 好 这当中还提到说菩萨说 这一辈子他会写23本书 74年的时候 他写了大概将近一半 这是一个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菩萨也预言就是说 意思说他的歌很受欢迎 其实不是他的歌 是他做的词 因为他有很多做的词 后来奇遇他们都有唱 整个这个过程 现在其实网路上 都写得非常仔细 吕师傅当时就劝三毛说 因为师傅没有办法帮你注解 你45的大红花能代表什么 顶多就是丧夫这个东西 是注定的 很明显的 大家可以发现 三毛往后看 46 47是空白的 所以其实听到这边 大家就会觉得说 这明明好像真的是有一些 怎么样 玄机 注定的吗 对 真的是注定的吗 但是其实我们说到 刚刚讲的这个是观洛英 观洛英他的那个意象 刚刚这样听起来 比较像是去游地府 就是会有菩萨来带你 像导游 欢迎回到热线追踪 电影情节中 主角在移植的眼角膜后 看到从未经历的影像 而在现实生活里 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 也有类似经验 热线追踪采访团队 就采访到一位心脏移植患者 原来是个厨师 在唤星之后 开始利用废弃食材 进行艺术创作 让家人朋友都觉得 他好像变得个人 后来辗转得知 捐薪给他的是一位美术系学生 这样的故事真实存在 但如何解释呢 科学研究指出 这是细胞记忆的影响 除了大脑之外 器官的记忆究竟如何形成 移植到另外一个人体 真的会带来性格的转变吗 带您一同探究 电影变眼中的女主角 在进行眼角膜移植手术后 看到从未经历的惊恐影响 而在现实生活中 黄先生历经换新手术后 也有奇妙的际遇 突然会有很多 好像经历到不同人生的一个过程 就是好像在经历他 最后的那段时间的那个过 梦境会不断地出现 目前至少也没有这个证据 可以说是证明有这种现象 我们看过小孩 比如说他器官移植之后 心脏移植之后 他可以看到他的哥哥 死掉的哥哥 然后他跟他对话 在房间里面对话 一开始我们也不晓得 也不知道他是在跟他哥哥对话 这样的现象难以证实 有人就求助于宗教 寻求解惑 以宗教学来讲 尤其道家来讲 人有三魂七魄 人往生之后魄就会慢慢消失 但是由于是器官要移植之后 他还是活体 这个迫害是会在这个器官里面 所以他跟随了这个 受证者之后 进入到受证者的体内 他开始会产生一个融合的变化 以灵学角度来看 器官均证者与受证者之间 有着累势轮回的因缘关系 生死之间密切交叠 以这个器官捐证者跟受证者之间 我想在累势或是某一个因缘机会当中 可能举例来讲 这个被捐证的人 可能他在那一世有救了 这个捐证者的 比如说救了他一命 或是救了他什么事情 以至于到比如说经过累势的轮回 他之后呢 他就借由这个捐证器官来救他 因为我的孩子 心脏移植成功 他传出世间大家做好事 很感恩观圣地心中心 前神信仰也只为求得家人平安健康 廖妈妈心存感恩 因为12年前儿子心脏病变 在成功移植一颗健康心脏后 幸运获得重生 他救了我一家 救了他一个人 也救了我全家的幸福 觉得比中六活彩还来得快乐 哺哺 廖先生不止健康存活下来 还结婚生子 传宗接代 性情也有了大转变 你觉得晚上找不到的 电话一通 他又跑出去我不知道 没有换之前 换了以后他就很乖 就不会这样子乱跑 原来就是个厨师 会烧得一手好菜 现在这双拿锅铲的手 变得更灵巧 会将废弃食材美化 仔细拼连着龙虾壳 他说过去从没想到 自己可以创造出被人称赞的艺术品 用螃蟹壳 用螃蟹壳做成神尊 武将 各式各样的作品 突然间创意源源不绝 无形中像是有一股力量驱动着他 不停创作 受赠者的帮助吧 还有他的一些 以前的思想可能传导到我身上吧 然后就是做一些让人家欣赏的作品 辗转得知捐赠心脏给他的原来是个美术系的学生 后来和对方家人取得联系还合办了一场美术展 把他爸爸的作品 弟弟的作品还有他写书法的作品开成一个展 然后也是借着这一次 然后我也把我的作品都带去 然后一起参展 这样的故事真实存在 有科学研究指出 这是人体细胞记忆的影响 我们每一个器官是很多细胞组成的 那它呢在每一天生活的日积月累之中 它其实会存下了一定的所谓的记忆 什么是细胞记忆 以科学家目前提出的解释 大脑掌管人的记忆与意识 而其他器官如果会有记忆 很可能就存在细胞DNA里 人体器官不论是心脏 胃脏 肾脏等 与脑部互动连结 长久以来建立了习惯的运作模式 形成记忆 现在我把我的这个心脏 这个器官移植到你身上 那因为它以前已经运作出一套模式 跟脑部做互动 所以当我移植到你身上的时候 我的心脏会跟你的脑部发生的互动 所以那个时候我原先的一些运作模式 也就是俗称的细胞记忆 就可能改变你接受捐赠者 你的一些思维或是情绪方法 和思考模式是很有可能的 当原来的器官被移植到另一人体时 就可能带进原来的记忆 重新开启互动模式 像是透过物理作用产生化学变化 影响人的性格改变 但目前一阶对此仍有保留 因为患者的心理因素也是不得忽视的一环 有的人可能就是说如果听到说 我这个器官是移植某某江阳大道的 大罪犯 可能我从此会觉得说 我身上存在坏的东西 我就厌恶我的身体 也有报告说 因为这样厌恶 可能产生的那种很焦虑很忧郁很挫折 其实性情的转变比较难去认定 为什么 它会受到心理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一个患者 他是本来女的 他知道他患了一个男人的心脏 所以他就心理 可能我们在想 是不是因为心理的因素 影响到就是说 他认为他现在变成男的了 就医护治疗而言 器官移植患者历经生死关头 心理 情绪变化都更需要被关注 就是换心的 在换之前我们就开始有介入做一些辅导 心理辅导 就是去安定他的情绪 缓和他的紧张等等 那在术后也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因为这些人他都是 一开始面临到生死的问题 把面临到死亡 那换了心之后 虽然是很高兴 但是他又开始会产生一些其他的一些 生活方面 工作方面等等很多的这种困扰 重生对历经大手术的患者来说 是不小的冲击 无论出现什么样的转变 身心灵都要重新适应 最需要的还是旁人的支持与关怀 美国的判断之后 这三次社会的帮助 判断的故事 阿公是在第一层 他说应该是吧 我看到一个人从前面走过来 他讲他自己是神经 好 我有看到 三个人 三位 年轻的还是老的 两个年轻 一个老的 两个年轻 一个老的 好 他们是那个婚工婚婆 好 我来帮你打扫 那我们这边就先请他们先处理 那我们绕去其他地方看一下 季工师傅带我到另外一边 那你看到什么 我有看到锅子 锅子 所以来到厨房 每个人在灵界都有一栋房子 这栋房子就叫原成功 有大有小 有些是四合院 有些是三合院 有些甚至是平房等等 藉由这个探原成功 可以看自己的运势 那厨房子有没有看到我 阿公的时光吗 俗身叫关洛英的 就到灵界去探访 往生的亲人 看看他在灵界过的状况怎么样 或是说是跟他叙叙旧 甚至来希望能借一个 什么方式来协助他 让他在灵界过得更好 他说有 有 那阿公有经常去他店里吃花吗 他说还好不会很常 阿公是去吃粥还是去吃海茶 阿公是去吃粥 阿公喜欢吃粥 他说对吧 简单来讲就好比 就是我们开启一个人的灵界的网络 你一边在关入的过程当中 你跟灵界沟通 但是你还是可以跟旁边的 带领的法师 或是说那个家属 一边的沟通跟聊天都可以 人突然往生了 那个那种遗憾感是非常强大的 因为你什么事都没有交代 什么事都没有办法去跟他沟通 就好像用你隔离那种感觉 但是如果说有一个术法 可以让你去当面 碰到他就去跟他聊聊天 那种失落感或是遗憾感 会降低非常多 灵界光光无限大 如果说放任信仲自己下去走的话 会很累 可能要很久会到达不了 全程都会请生命来带领信仲 让他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灵界之旅 关入过程当中有生命在旁边保护会比较好 像比如说有些邪灵靠近啊什么 生命会保佑你这个整个过程平平来 那生命是不是有点算是 女生同行当中的使者 有像啦 就是灵界的带路者 那当时的带路者就是看 刚好在你进入切入灵界那个点 附近刚好有哪位生命有空 他就会过来 那时候就 因为那时候我阿公是超级无敌疼我 所以说他晚生二十几年了 我都是还是一直惦记着他 但我妈又很早过生 第一次来产生 一产生的话 结果我下不去 我女儿有下去 我下去 下去的时候 那就是第一次就找到 找到我妈 那就找到我妈完以后 然后来就第二次找到我阿公 刚开始两个 刚碰面的时候 两个抱在一起哭 禁界的话是有 女生越是来 可能这个期间可能不太方便 有些人说会不会关关回不来 那其实我们观宁书华 因为人有三魂 观宁华是让其中一魂出去到灵界 那回不来怎么样 就跟小孩子这个受到惊吓 收惊 收惊一样 用收魂做法把它收回来 我们都用这种的方式 跟他沟通下 就是好像就感觉 亲人都在身边一样 没有感觉说他们好像晚生了 对那种感觉还 还蛮我心的 有这一字没回事 有这一字不下去 观宁一切夫妻 其实这个观宁华是家传的 从我主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父亲走后 我觉得有必要再把这个术法再继续弘下去 所以我也决心说 來好好把這個書法再把它推綁出去 綁的時候眼睛是閉著 然後看到任何景象的時候 比如說山、風景之類的 胡殺像 趕快舉手 我一邊要23本 可是我的命令都沒有出來 好 這個 這個特段45歲 45歲 沒有字 只有一朵紅花 三毛死後6年 1985年 這卷觀林樹的錄音曝光 或許是巧合 他留下的著作正好就是23本 但三毛最在乎的感情問題呢 我說是結婚也可以 他說不可以 一直到45歲下面有一個 紅花白心的一個圖案 那個到45歲的時候應該要再婚 那當時那個三毛是有問說 再婚好嗎 那博少說會很好 始終沒見到心愛的何希 但三毛說他看到了自己的生死簿 其實他一直很想見他過世的丈夫何希 然後他心比較執著他想看 那但是他參加大概有兩次兩次以上的觀林法會 都沒有這個機會見到他丈夫何希 可能是因為他心比較執著 但心中只有何希的三毛根本沒有打算再婚 六十三歲以後他寫的是婚禁 他沒有合他婚禁 他說孤單 孤單可能有住民民牛嗎 有六十三歲以後 婚禁孤單 他沒有寫吃糧 他寫孤單 在台灣真的有這種觀洛英大師啊 多厲害啊 剛才一中講到說那個 張儲金條款對不對 對 他裡面還有一點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 這個房子租房子的話 定型化契約裡面要註明說 是不是兄宅 以前我們不知道我怎麼是宗宅 不知道兄宅怎麼辦 要觀洛英啊 對不對 去看看你就知道了 台灣最有名的 其實這種通靈術 裡面最有名的 他們叫做觀靈術 不是我們一般講觀洛英 觀洛英 其實說實在 我現在接下來要講的 這個觀洛英跟那個堪夢 這個其實是一種精神輔慰 不要把它全部都想歪 不要想說 這都騙人的無作霸道 那個不是喔 這是真的 比如說這個呂京虎大師 這呂京虎大師說實在話 他早期就是從到父親 父子輩那邊 就學到了這些秘籍 知道怎麼觀洛英 你看那觀洛英的時候 他都拿一張 扶子抓對不對 那裡面拿扶子 紅布貼下來的時候 他就開始帶領你下地府去 那我們以前常常講說 下地府要過36關 其實是很多關 不只36關 還有過什麼石墊 有的沒的 什麼超寶路 請娘路 舊頭路 什麼有的沒的 什麼六角平 八角平 對不對 他就一路這樣帶領你過去 所以用經驗的人他就會走 因為他走的這個過程中 你要往地府走嘛 當然就有很多靈會出來干擾 你怕債夫說你不夠的時候 走到半路 你怕到像我剛才講的四段大會對不對 你如果先看到你會先怕先走 整天帶你下去 不知道沒沒收 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關靈術說實在來 是真的有真才實學 那我們道教呂三派裡面 有很多這種關靈術 那講到這個呂京虎大師 這呂京虎大師當年為什麼會出名 其實在早期 民國四五十年代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很多假鬼假怪 都吃鬼吃怪說 都有窮死 都有什麼東西 所以那時候政府對眾 就是吃這些神通的 那種事要神棍很多 包括那個什麼豬秀法 戒屍黃魂 還有那個什麼 一個菸石的少女張玉英 在台中那個地方 他後來還蓋廟有沒有 他回去行親 那時候媒體都大肆報導 可是就是因為這樣搞的時候 搞到政府去下令嚴格說 以前連鬼片都不能演 你知道嗎 台灣連鬼片都不能演 也曾經有那個年代 因為後來假鬼假怪太多了 可是唯獨呂京虎大師 為什麼在那個時候 很有名 還紅到香港去 為什麼 因為他說實在 那時候就是因為澄澄 以前澄澄副總統有沒有 他有一個副官的女兒 那個女兒就是 長得蠻漂亮 有一次就出席一個外交宴會 被人家看仗 那看仗怎麼辦 我不是那天也講過說 泰國不是有什麼 什麼醬頭術什麼 竟然派人去給他下醬頭 你知道嗎 那十個小孩才二十下座油 半夜沒事情 經常要從外面走 這就晚上半夜三更 你沒事 為什麼一直要出門 家裡面的人把他拉進來 把他綁住 沒有就開始 力氣很大跟男生一樣 因為降頭術就一直在叫他來 所以那個時候怎麼辦 那個時候那個澄澄的副官 就趕快把女兒載到南部某佛教山頭 那個大山去 還沒到門口 因為那女兒大吼大叫 力大無窮是不是 對 用繩子捆著 因為那個澄澄副官 有很多那個阿兵哥 對不對 都拔拔拔拔拔拔這樣 走到門口 聽到他大吼大叫 那個師傅竟然跑出來 趕快送精神醫院 不要來 不要來 那就是沒事 沒救了 不才會來這裡找你 你就不前來問 你就叫他不要來不要來 送精神醫院 好啦沒辦法 那怎麼辦 車子服務又載回台北 那時候就有個朋友跟他講說 這個呂軍虎大師 他有那個魂鬼鎖 魂鬼鎖 而且他降臨宿 他會跟那個亡靈 什麼英魂 那個溝通對不對 而且還能夠把他趕走 把他打死這樣 聽他看一看好了 所以那時候 使馬當活馬醫 副官講說這個寶貝女兒 送去給呂軍虎大師 呂軍虎大師一看 他馬上就知道什麼問題 拿那個捆鬼鎖捆起來 就在念符咒 用靜水 一下子那個女的 竟然就攤在地上就好了 真假 好神奇喔 連那個副官的兒子 就是那個女生 當事人的一個兄弟 叫做劉國鎮 我想說 呂軍虎這真厲害 外省人跑去跟 呂軍虎大師 拜師學藝你知道嗎 當然後來 弄了很多苦頭 因為我剛才唸那個什麼 什麼那個咒語有沒有 對 很多都台語的 你外省人 你一定 如果學這個 你就學到要避免 我說真假 所以呂軍虎大師 說實在 他後來的無籍職位堂 他開了之後 哇你知道那時候 關落雲 整天的 那人好像關關團 要去地府 遊地府 那我們講說 關落雲要幹什麼 沒台無錢 沒台無錢 人好好人 沒台去關落雲 要關什麼 就是說有些人 親人過世 往生之後 來不及留下知識片 有時候人是思念 對 想說你在那裡 躲得好還是不好 所以我來地府給你看看 嗯哼 那你下去之後 通常道教裡面有講說 人死了之後 有所謂的原成功 完成 你有完成 有工事嗎 那原成功 後來就關了之後才知道 原來原成功是這種東西 他就是一間一間的大宅院 門口就掛了一個牌子 人家說大宅院的話 還是很有錢的 沒有沒有 那個死了之後 反正都是那種 蛤 不是喔 都是大宅院就對了 都大宅院就對了 你去那掛一個名牌 我去的對不對 丁學偉 這是我的原成功 安 佑琦就是你的 你要先去查 查在哪裡 看了進去之後 那個大宅院進去之後 所以很多人不是說 我後來改名啊 那會不會找不到 不會啦 那你改了名沒有用 你去炒原成功 就是你爸爸媽媽爹 幫你取的第一個名字 就是那個啦 這樣子喔 所以改了沒用 你去看了之後 那看什麼 看手杖跟看花杖 你們叫手杖 男生進去之後 院子裡面就一棵樹 很大棵 女生進去 就有一個花樹 花蟲 很漂亮 你如果看了 那牌子怎麼黏黏 薄薄 沒什麼元氣 就表示你的運勢不好 正在走下坡 所以那個時候 你就要請裡面的婆婆 就好像怪婆婆 你請婆婆 你給我握水 每天的定期 要幫我澆水 你知道嗎 那個叫花公花婆 我就弄一些 紙錢給你 人家賄賂一下 你要幫我記得澆水 女生那個花 澆水之後 變得很漂亮 那女生就原成光彩 你就會看到那女生 哇怎麼怎麼 長得很亮麗這樣 那這種是另外一種 原成功是關原成 對不對 那另外一種是 關家人 就思念家人嘛 住得好不好嘛 對不對 那種你就要講 進去的時候你要開始 請你的 在關落因的過程中 你要請你的 信仰的神明來帶路 聽說很奇怪 這不是道教的嗎 對 我跟你講喔 你今天信仰基督教也可以喔 也可以耶 你就想著你要天主帶路 或者是那個 耶穌基督帶路這樣 聽說真的還能夠成功 你知道嗎 因為 呂金虎當時 就是因為 那個大師他當時 關落因的成功機率很高 所以才名詞很大 好 可以 好 謝謝 溝靜 好